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年一度的耶诞节即将来临 桃园邮局为了让友爱遍布桃园市的每个角落 因此特别举办文型耶诞友爱相伴活动 并前往新屋区的科兼国校以及永安国校发送礼物 借此要让沿海的学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桃园邮局在109年办理的温馨耶诞友爱香水 我们特别选了新屋地区的科兼国校跟永安国校 一方面是我们希望让我们比较偏向的小朋友 也都能跟邮局一样去一同地传递人间的温暖与爱 希望说带动在给我们这比较偏向的小朋友 他也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温馨耶诞的温暖 桃园邮局局长亲切地将礼物送给小朋友 而小朋友在收到礼物后不仅开心地跟局长合照 同时科兼国小与永安国小的校长也纷纷表示感谢 并希望能透过由爱传递的活动 让爱的循环延续下去 非常感谢桃园邮局他今天带了爱跟关怀到科兼国小来 那我们偏向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希望各界的资源 能够溢注到这个地方来 也希望孩子借由这样的资源能够发扬善的力量 也能够借着教育教导他们 接受到资源不要浪费要珍惜也不贪取 对于我们邮局我们的好邻居有不一样的一个互动 那在这边也很感谢我们桃园邮局 透过圣诞节到我们学校来特地带给孩子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圣诞活动 这次桃园邮局透过在12月22号实际走访沿海学校 并准备耶诞帽集糖果饼干给小朋友 不仅要让小朋友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同时桃园邮局还准备邮政宝宝存钱筒送给小朋友 期望要让储蓄观念向下扎根 记者文字军团报道 2020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 许多慈善机构面临募款不容易 资源捐助中断等困境 对此桃园有一间饭店发起 爱捐书月幸福二手书募集活动 期望要邀请社会大众一起响应知识环保 踊跃做公益 眼前这一棵希望爱之树 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可爱装饰 不过您可能不知道 希望爱之树可是由一个个礼物箱与木箱堆滞而成 同时木箱内还有一本本的二手书 而这一些全都是来自桃园知名饭店员工的爱心 因为今年2020年对全世界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年 那对慈善机构来说更是如此 他们可能在募款上面都很缺乏资金的部分 所以呢我们就选在这个12月到1月这个之间 这个感恩的季节里头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公益活动 藉由知识循环二手书回流这个方式去帮他们募一些基金 然后让他们作为之后的一些像是伤残颜面的这些重建的基金这样子 2020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 许多的慈善机构在募款上也面临募款不易 资源捐助中断等困境 对此桃园知名饭店透过发起爱捐书月幸福二手书募集活动 希望要落实企业责任并持续支持社会公益 从即日起到2021年的1月20号之前 那你可以把家中的书 这个书必须是没有脏污 完损没有损坏 然后还可以是好书 我们希望是因为这些书并不是称重卖掉 它是回流到二手书店 它可以有比较好的价钱 就可以把家中的书整理一下 然后寄到桃园市大关路 大园区大关路777号 寄到饭店来 那我们会帮你们做整理包装之后 再寄到阳光基金会 那再由基金会去跟他们的二手书商做配合 那这个仇德的这个基金会 作为阳光基金会 颜面损伤或者是心理重建的基金 这次桃园知名饭店募集二手书的活动 除了员工执罚性的捐赠以外 同时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将保存良好的二手书 在2021年1月20号前 透过亲自送达或是托运及寄送制饭店 欢迎社会大众一起响应知识环保 踊跃做公益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今年水情吃紧 即便年日降雨仍然不足 桃园市政府通过跟经济部水利署北区资源局合作 抽取巴德区原淋巴皮塘的水源 并且架设管线将皮塘的水源送到石门进水场 要确保民众的用水需求 近期因为受到封面的影响 桃园市从12月以来 虽然连日降雨让严峻的水情战绍缓解 不过水情依旧吃紧 降雨量仍未达供水无余标准 对此桃园市政府跟水利署北水局 透过抽取皮塘水源 借此要全力抗旱 所在的石门水库的水位虽然近日略有提升 但是距离稳定供水还有相当的距离 但是所幸的是 桃园市政府从今年的10月15号开始 就积极的展开抗旱的准备的作业 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 在这段期间里来 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皮塘的利用 地下水井的运用 以及我们污水放流设施的水的运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桃园市政府展现的各项的措施 对于我们面临到今年 严重的汉勤的这个挑战 给予我们相当的信心 那我们后续也希望持续的跟桃园市政府的努力 桃园市政府为了有效运用皮塘剩余水源 透过跟水利署北水局合作 盘点桃园市可供民生及产业用水的皮塘 而这次也特别从巴德区运林巴皮塘抽取水源 并借由石门大船送水至石门进水厂 要供应民众来使用 今年的雨量偏少 所以我们桃园市政府在10月15日 就成立了旱灾紧急应变的小组 那也请经济部水利署 还有农委会农田水利署水公司呢 共同来努力 那我们秉持着调度 备源还有节流的方针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萧里石这边的反送抽水作业 那萧里石基本上 储水量有8万吨 那它的水值呢 合乎致来水的原厂的标准 那所以每天的储水量 可以达到2000吨 可以提供10800个人一个月的所需 所以这个帮助是蛮大的 巴德区运林巴皮塘的蓄水量 上约8万吨 反送水源大约可以满足1800人 一个月的日常生活用水量 这次桃园市政府透过跟水利署 北水局合作 并沿着销里池配置约1公里的管线 借此要确保民众的用水需求 记者王中军台报道 近年来全球暖化的问题日益严重 桃园市政府为了因应气候变迁 并且增加城市的绿化量和整体景观效益 因此透过跟台北市 新北市签署合作备忘录 要彼此分享树木修减 维护资源以及经验 桃园市长郑文燦与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 新北市副市长吴明基 共同签下北北桃树木修减认证合作备忘录 这次双北与桃园透过签署备忘录 借此要彼此分享树木修减的维护资源及经验 我想这个方向需要全方位推动 那今天推动的这个人才互相交流 那政兆互相承认 这个只是第一步 我们希望将来三个城市都能够在 城市的这个生态化 森林化一起来推动更多 北北桃是生活共同圈 我们很乐意看到说 这三个城市所有相关这些专业人员的流动 以及厂商之间互相的一个资源 能够创造三个城市更好的树木修减 所以今天签署MOU我想为整个区域的合作 跨出了一大步 这些相关的经验 我们也希望将来能够在北北桃 能够大家相互交流 近年来全球暖化的问题日益严重 桃园市政府为了因应气候变迁 并增加绿化量及整体景观效益 除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减少城市热岛效应 同时也办理景观树木修减技术教育训练 并跟双北市合作 借此打造生态岛 目前全球减碳的趋势 我们都希望都市的费 包括河川 包括公园 包括森林 能够多一点 树木修减 证照的互相承认 那一起三年 那人才可以自由流通 树木的维护 树木的修减 一直以来都把它列为最重要的工作 那我们透过一个专业的认证 那以及这些证照的取得 然后来要求 所以现在所有的工程 你要进行相关的这些树木的修减 一定要有合格的认证才可以做 那透过数位的课程 那也透过高空的作业 那一直到现在呢 我想我们已经建立一套蛮好的制度 北北桃三个直辖市 在产业廊带的分散 以及交通的串联下 城市关系逐渐密不可分 而这次三个直辖市 透过签署数目修减认证合作备忘录 期望要让人才自由流通 并分享经验 借此要展现北北桃 维护景观品质的决心 记者王中军调报道 龟山区长庚里里长林俊源 过去体重曾经来到131公斤 后来渐渐体会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因此特别参加健康促进活动 透过改变饮食习惯和规律的运动 几年下来成功减重40多公斤 不但更健康 而且更有体力做更多的里民服务 看到电脑里的照片 是不是很难和眼前这位 正在健身的人联想在一起呢 他是龟山区长庚里里长林俊源 体重曾经来到131公斤的他 透过健康促进活动 努力改变饮食习惯并规律运动 数年下来成功减重40多公斤 其实啊 我以前啊就是从以前到 到那个减重前都是一个大胖子 那其实胖子最想要的就是逃避问题 所以呢一直都很胖嘛 那那时候整个就是身体啊都 就是其实胖子很容易觉得累啊 啊累的时候就不想动 那那时候我一直在逃避一个问题就是身体健康 我那时候什么肝脂素啊 血脂肪都太高了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开始注重健康 决定说我开始要减肥 听从教练的指示做训练 别以为这样的动作很简单 他表示这都是长时间培养的运动习惯 因为刚开始做有氧训练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疲惫 后来靠着不断的自我鼓励才逐渐习惯 那所谓最艰难是你一直要在很孤独的状态下 一直持续的让自己能够体态变好 再来是时间的等待 你要一直等待很长时间才会看到的结果 那我觉得心境上并没有太大的转变 而真正在转变上是心情 那为什么我会说心情会比较好 是因为就是以前胖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累 当你身体累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的心情不好 可是现在你反而会觉得很轻松 从过去的一百多公斤到如今的体态 邻居也谈到有时候遇到许久不见的朋友 会发生任不出来的有趣情况 其中与他生活最贴近的宝贝女儿 也有发现爸爸的改变 他只能说我好像有瘦一点点 可是在他的想法 可能他觉得说爸爸就是这样子 可能是每天相处在一起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太多变化 可是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在最近 我女儿就是因为我可能运动了一年多 那时候减重其实成功之后就是在做运动 那都在改变体态 我女儿反而跟我说爸爸你怎么变得很壮 跟其他的爸爸不一样 起初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里长开始进行一连串的改变 让自己更有精神的为里民服务 而这一切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以及坚定的信念 才能达到想要的目标 记者尤嘉宇桃源报道 现阶段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众 对于一些这个活动的举办 造成生活上的一些不便 颇有为辞 那我们观光发展跟文化推动上面 它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希望桃源市政府能够广纳善演 以百姓他们的需求为依规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源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源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源 火力之都希望桃源 因为有你的参与桃源越来越好